今天我们呢讲解一下这个英文当中的一个 我们中国同学在写作当中面对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这么一个语法的小错误的现象 我们先把这个语法现象呢起个名字啊 它叫parallel structure parallel叫平行的意思 那就是说呢顾名思义这种结构呢是在英文当中的一个要求 它叫平行结构 说起来比较复杂 我把它包邮档啊 我把它简化 这个平行结构呢 在我们写作当中最容易出现的小问题 或者我们最容易惹的祸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常见的字叫end end这个字呢 是我们特别常用的在作文当中 在口语当中的表达 但是end它是一个很挑剔的这个连接成分 因为它挑剔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end前面的词性 和end后面的词性 如果你想用end来连接两个字的话 前面和后面的词性 必须是一致 这也是parallel structure的第一个原则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剧情啊 说写的都不错啊 这次写的不错 说my home offers me a feeling of security warm and love 你看我们add了连接的东西啊 my home offers me a feeling of security a feeling of security 就是一种安全感是个名词 我们再看warm 看起来挺像名词的 但是warm是什么 它是个形容词成分 再往下看end后面的词是什么成分 是love love又是个名词 所以end来连接的三个平行的东西呢 第一个是名词 最后一个是名词 中间的这一个是形容词 在这个情况下 那它的语法就犯了错误了啊 它的语法错误的起的名字呢 叫unparallel structure 叫非平行结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warm 给它恢复成名词 叫warm 英文当中是有这个字的 叫温暖的感觉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句子 end是不是仍然闯祸了啊 by obeying the speed limit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边开车的话 在英美国家开车的话 有一个规矩叫speed limit 你不要超速 we can save 通过我们遵循这个交规里边的速度的规则呢 we can save energy 是一个啊 看好了 energy lives 不错 名词 名词都很好 end 我们就要小心了啊 看到后面是名词吗 end it costs us less end后面连接了句子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前面是名词 名词end 我就得把它变成 名词 恰好 cost 它也既是动词又是名词 那我就借它了 所以这句话变成 we can save energy lives and the cost 我们看第三个句子 I like riding my back 没错 end 前面是个 句子成分 riding i-n-g-r like 一个位移动词 end 后面 突然间变成了不定式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仍然属于非平行结构 那这样怎么办 我们就把它变成 勾引 三个句子 就可以平行了 所以大家写作过程当中 你特别要注意 和口语表达当中 特别要注意 end的用法 前后要平行 它像一杆秤一样 而且它是非常挑剔的一个字 不像我们想象的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end来连接 谢谢大家 我声音乐 不用 cooldown